一米都還沒有辦法動起來 不要動就好了 因為他們的波浪非常高 所以他們不在乎這些 他們在夏天的時候 最沒有浪的時候還三米半 人家有時間的話波浪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他們不在乎 像三米半的話 只要10%就比我們50%的效率還好 所以他們就比較不在乎 但是要用我們台灣的波浪發電 一定要效率非常好 小波就可以起來了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到 波高0.2公尺 就也是可以同樣這麼高 98%的效率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這個結構實際上這麼高 經得起各種的考驗嗎 從這裡可以考驗出來 從桌子兩秒到八秒 波高到從0.2公尺到0.8公尺 都可以進得起考驗 不過在這個重量的這個 三千四百公斤之下 幾乎可以承受得力 那在大的這個波浪上面 只是用這個倍式去加強到結構就好 原理上都可以非常好的效率 這個是除了這個實驗之下 他們就用 發電工藝的協議用 是算是來的 大概 水六公尺呢 就可以看得懂 我本身是看不懂 這從後面看來 是 滿一尊的 那麼就是我們全部整合出來的 總效率的計算 怎麼算呢 假設我們就 波浪一推起來 有1246瓦克的話 那到我們這個 滾下直去的 還有 8075瓦 那827瓦 因為 發電機也會消耗 所以在發電機的時候 還可以發出 513瓦的電池 所以它的整個轉換效率呢 可以有45瓦克 到目前 大概 只會超過12瓦克 波浪發電機 所以 五六八七 又七八 就不錯了 但是它你的浪再大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就大概 但是目前呢 就是第二代了 到第五代 我現在已經發展到第五代 應該是超過五代拖銜 來看看各位 剛剛有介紹過 他們的建造公主 公主是相當大的 就剛剛就是那個 曼琳市的 這個潮沙發電 他們建造那個水池 剛剛介紹的是天然的水池 這個是輪造的水池 聽說很大一個水池 還流水還用不到兩個小時 但是每一個潮沙大概都超過六個小時一個 一個脹草退草 所以都不夠用 那這個是歐蘭西的一種 這個水流 這個是潮 潮汐的量子 這個燃量都比較少 量比較少 那我們就稍微講一下這個他們的優缺點 剛剛講說 他們價錢非常高 那但是呢 他又要在30k瓦以上的 才能夠動他 他才能夠動起來 那麼我們台灣呢 只有5到7k瓦 怎麼動 不要動就好了 那個東北角 還好我們有東北角 大概10k瓦到13k瓦 那公園的也就 只要有10k瓦 就有那個商業價值 那體積非常龐大 那他是用油壓的模式去帶動 油壓大家印象中都是力量相當大對不對 可是他非常矗盾啊 是不是要慢慢慢慢推量的大 但是我們波浪 就算四秒 週期四秒一個的話 上下是只有四秒而已 那四秒後 要去推推看 他就油壓機讓他動 他動有兩個 但是他每一位有3米半以上 冬天的時候 甚至到8米的海浪 所以他可以動 動他一點點 就夠他用 那其他的效率 我們就不要比比人家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Powerwall 這個也是非常龐大 他也是要30k瓦以上 才能夠動他 那這個是剛剛也有介紹 他末幾次 結果好像是利用阿基米 原理機 他效率非常低 這個歐勞西的一種 結果我有在周邊去看過 他非常 這個是在艾爾蘭 我清潔 等一下有時間就播一段 我們再回過來跟人家 你叫以後回過來看看我們自己 這個從海浪直接就貼在那個 胡桶上面 所以將氣體磁入骨押 統治四次氣體發電機 全部沒有用到機械的模式去怎麼辦 從左邊一直拉到左邊 都沒有經過齒輪 鏈條 什麼 鋼鋼原理都沒有 就可以直接到這個 人家齒去 那麼 鋼鋼鋼原理 大小波浪 這樣 鋼鋼也有能量進去 很大也可以有能量進去 所以 通吃 大小通吃 那 這個是 全世界兩百多年來 上千件的波浪發電 發明暗線 沒有一個既有 慵壓磁氣功能 以致度 kunna穩定來推動發電機 就是造成效率低的 decline 波浪子一定要有一個 把它持参起來 要不會 Institute 那 讀竄的機桶結過 剛剛為什麼 截取的效率不會那麼高 因為它 機筒本心裡面的摩擦力非常低 但它要做到非常低 又承受那麼大的氣壓 氣又不能給它跑出來 所以它的精密度是相當高的 我本來很天真的想說 隨便都有人家幫我做這個機筒 結果找遍錢才找不到 最後還是要自己去想辦法 但是也很好 這樣的方法也請來專利 所以在非常低摩擦力下不漏氣供應 所以多能的吸取消率非常高 很容易量身硬製之模組化結果 易里內外銷 量產出貨成本非常容易降低 所以跟國際思想非常近的意思 我這個不用 這剛剛那個 孟明兄也講過了 這個是用數據的 你看都大西洋 歐洲 愛爾蘭 不知道啊 他們都70kw以上的排率 所以相當啊 難怪那個愛爾蘭 不是英國呢 愛爾蘭對愛爾蘭 我這個新日紀拜訪過 我說你們為什麼 挖這麼多天母數字的錢 再來研究這個波浪瓦鐵 開玩笑 我們這個成功的話 我們的能量是比 沙烏地阿拉伯的能量更大 咦 想起來真的啊 他們最小的波浪油還有三米半啊 我們這個平均那個一米的遮掌 那 那個冬天的時候也是問你給我 我有點感動 每一個小時的整年份的波浪資料都給我 他不想怎麼去一小時來到 冬天的時候大概十一月開始 到下一年的二月 大概都經常都出現十米高的波浪 所以難怪大概可以說 我也就成功了 那個將來的能量是比總統還大 不一定快甚至 好 這個也不用管 來 這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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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剛剛 剛剛那個數據算起來 因為 他們 八米是經常的 冬天大概都有八米 那 平均大概 最少有三米嘛 我們就把它抓四米到六米來核算一下 我們台灣波浪 用波浪 如果產生4K瓦的話 那 去數據換算出來 用這個公數換算出來 四米的話 用我們這個結構的話 可以增加十六倍的效率 那 如果六米的話 可以增加三十六倍 從那 結果拿到那邊 它的產生的效率能量 會有 會 十六倍到三十六倍 這個是 水公手幫我算出來 那 結果就剛剛有講過 那 我們也是 來算一下它的 競技效率 現在 其實是停頓 因為 要走下一個階段 沒有我們政府的 來扮演這個角色 真的很難走下去 為什麼 我們 我們試驗海域 試驗的海域 要選擇 以協制起的 結果沒有這麼多話 怎麼去起的 那 海象環境的背景 需要四季的檢測及分析 就是要協助單位 跟幾個單位幫我們 因為他們儀器都很貴 他們一去經常都 放在倉庫裡 在休息 所以我說 今天要把它挖出來 移用 再來 海事公子的規劃設計 施工 都是大工程 那 製成 磨劑之火 一直 機桶 引壓磁器桶 五桶 發電機 這個就是很大的東西 你像我們在 石海 石海上的話 至少來 這一個三米直徑的 還有三米高的 在這麼大的一個 結構底裡頭 它的精密度不能 差 差距不能 0.2mm 這麼大的一個 所以就要非常精準的一個 一個磨劑還有 磨劑的製作 再來 結構的試驗 要經過 颱風高浪地震等等 結構的這個試驗 這個也是要 很快 模擬機的建設 我們要建設一個 在工廠裡頭 根據 實地海浪 我們要種的地方 有海浪 有資訊過來 重複 重複 重複去 去亂 一天二十四小時 然後 亂幾個月下來 沒有問題 有問題我們在工廠 馬上就可以修改 這個也是需要的 然後 補足一套的 這個 發電機 那這樣 整個 書籍是 比較貴 這樣大概 要 發掉 八千六百萬 要看海浪 因為要做這些東西 這個 這個大概可以 發出 二十四 一百二十幾瓦的 這個 可是 這一套 辛苦的 把它 發起來的話 我們 有 以下的 經濟價值 因為這樣 就非常完整的 一個商品化的東西 就可以這樣去 Copy 百分之百 Copy 可以量產 機桶做外面 所以呢 我們 我算起來 大概 經營一個 三メ卡瓦 就 有那個 商業價值 投資價值 那三メ卡瓦 有多少的 這個 收入呢 就是用 剛剛 聽說這個 是 比照 離岸 風力 風力 頓過 價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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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